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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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個契機是我們開始 GP開始喜歡上去的 然後有一次我們今天是逛花室 那時候其實覺得下班後 想要有一個興趣 後來就去逛了花室之後 會發現多多植物 然後買了幾盆回家種之後 其實後來就介紹給他們 因為其實多多植物它跟一般的植物 因為我們一般對於植物的 印象就是可能葉子啊 然後綠色很大一片 然後看起來比較像是那種樹的 又是草的樣子 多多植物很棒就是它的形態樣貌 其實都很不一樣 它的顏色也很不一樣 可是它的外觀 它可能有長毛的這種白粉 所以每個人就會 從桌或植物裡面去找到 它喜歡的 現在對我來講 對我們來講應該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吧 因為大概接近30歲之後 我們決定用這件事情 當成可能接下來 後半輩子的一個職業 你好像看到這東西 你就會覺得它 它是我 然後我所有的朋友 也都是 找到新人長 或多多植物覺得很可愛 就會tag我 就是我覺得那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是一部分 就已經是自己了啦 這樣 大家很常用療癒來形容多多植物 可是我覺得療癒它這個質啊 它可以讓你理解說 也許是很放鬆的心情的 但我覺得更貼切也是 我自己感受到的是 它的生命力會讓你感動 就是療癒它是一向感動情緒的一個過程 就是你看到多多植物 比如說它因為一片掉下的葉子 它可以再發出一個新芽的時候 你其實會受到很多對於植物的更多感動 然後再體會在自己的平常生活之中 其實也可以在努力的在過生活 開心正面的過生活這樣